你是我的荣耀 作者 顾曼 番外 朝朝暮暮 第八篇 家 于途走出实验室 脱下白大褂 换上了自己的风衣 关在跟在他后面 瞄了一眼 鄙视地说 自从谈了恋爱 越来越人模人样了 于途神情淡定地 关上衣柜 嫂子买的衣服 你敢不穿 谁跟你试的 我都有原则 不轻易妥协 衬衫能有梯是舒服 关在骄傲 嗯 这倒是 于途思索了一下 说 不过现在还是按着他喜欢吧 以后再说 这话说的 关在揣摩着这个以后 难道是结婚后 所以他这是打算先从了 结婚后再原形毕露 关在看着于途 顿时感觉这是个骗婚渣男了 于途加着资料 和关在一起向办公室走去 毕竟人要衣装 于途原本便高瘦挺拔 只需穿衣服比较随意 如今被曹晶晶一收拾 步履间姿态之潇洒俊逸 的确更甚从前 到了办公室 于途说 今天我和你一起下班 关在在经过两年的治疗休养后 终于在上个月回到了工作岗位 当然他还不能出差和进行太过繁重的脑力劳动 加班更是被夫人和领导明令禁止 万万不行的 不过新一代加班狂人居然要和他一起下班 关在顿时心里有数了 你家公主殿下今天回上海 嗯 从国外派外景回来 有空带公主殿下来我家吃饭 我老婆老惦记着他 关在有点酸溜溜的 这次应该有空 于途眉目舒展 不过殿下不喜欢这个称呼 下次吃饭你再这么喊他 会发脾气的 关在和乔晶晶也见过好几次了 不知为何两人颇有点幼儿园小朋友似的 多有婚礼啊 果然此时关在眉毛一抖 切了一身 我怕吗 于途说 跟我发脾气 还有 嫂子那里 她会告状 你们两个几岁了 于途到家的时候 刚好五点 打开门 屋子里一片静谧 客厅里 却多了两个行李箱 她不出声 动作很轻地 推开卧室门 果然 那个人已经缩在她的被窝里 睡着了 柔软的长发 凌乱地散在她的枕头上 只露出一张精致的小脸 长长的睫毛 甜甜地覆盖着 像个梦一样 于途走过去 俯身亲了她一下 并不用力 却还是把人惊醒了 她睁开眼 看了一下 手臂缓上于途的脖子 嗯 还要 于途轻轻地笑 我换个衣服 陪你睡觉 好呀 我飞机上都没睡 于途脱了外套 随手搭在椅背上 解开衬衫 换上了睡衣 乔晶晶 侧躺着 眼睛一直盯着她 于途撇了她一眼 走近 上床前 先拿手 盖住了她的眼睛 乔晶晶 眼前一黑 然后 被子被掀开 她就被人 搂进了怀里 看什么 于途的声音 滴滴的 像有钩子似的 自从和于途在一起 乔晶晶就发现 于老师这人 表面上一脸高了 实际上 嗯 有点斯文败类 有点浪 好就没看见你脱衣服了 她把脑袋 蹭进于途怀里 于途声音 顿时低沉了好几度 不是说飞机上没睡 乔晶晶 不回答她 手却开始不安分 你这么忙 怎么还有肌肉啊 实验室里 也要搬转 此刻 言语已经多余 于途抓住她的手 吻上她的法丝 然后一点一点 向下蚕食 咬住了她的唇 带吻透了 开始解她的睡衣 乔晶晶 乔晶晶抗议 嗯 先脱你的 你的扣子 个人 于途 摁了一声 先把自己衣服 脱了 过了一会儿 乔晶晶又抗议 你慢点啊 乔晶晶晶 一贯的焦气 又意见多 这回 于途 却没顺着她了 乔晶晶晶 乔晶晶晶 过了一个多月 又出国补之前电视剧的镜头 然后下一个工作又接上了 抱着她的人一下子没了声音 梁九从胸益间长长的叹了口气 乔晶晶晶 乔晶晶把脑袋埋在于途怀里 有点酸涩 但是想想明天 又偷偷笑了 出国后 反乱的工作 让乔晶晶的生物中彻底混乱了 睡到九点 又醒了过来 于途不在卧室 也没在客厅 乔晶晶推开书房的门 果然她站在电脑前工作着 察觉到门口的动静 于途抬头 醒了 她关闭电脑起身 我给你留了晚饭 晚饭是青粥小菜 每次她从国外回来 就只想吃这个 当然 于途差不多也只会这个了 乔晶晶在餐厅里喝着粥 喝着喝着 忽然觉得有点不对 于老师是不是太冷静了 按以往惯例 她明天要走的话 这时候不是应该不舍昼夜 或者准备不舍昼夜吗 但是 于老师现在 她撇向客厅 居然在看书 乔晶晶带着疑惑 去漱口 抬头一看镜子 她感觉 她找到原因了 在飞机上十几个小时 到了她家 倒头就睡 然后又一番体力运动 她现在实在有点盆头垢面 乔晶晶赶紧洗了个澡 把自己收拾干净 然而 等她吹干长发出来 于途竟然还在看书 只是地点改在了床上 听到她的动静 于途眼神都没抬一下 乔晶晶走到床边 你去刷牙洗脸吧 我好了 在外面 卫生间洗过了 哦 你要睡觉了 嗯 前阵子一直加班 今天早点睡 说完 于途放下书 伸手关掉了灯 你也尽量早点睡 调整下时差 乔晶晶点点点 乔晶晶哪里睡得着 在床上翻来覆去 于途不会是生气了吧 应该不会呀 于途又不是没放过她鸽子 窗外有微弱的光 透过窗帘照进来 看看能看清枕边人一点轮廓 于途闭着眼睛 似乎已经陷入熟睡 乔晶晶看了一会儿 无聊的叹了口气 又翻了一个声 才翻过去 就听于途的声音 在背后响起 之前你睡觉的时候 灵姐给你打电话了 乔晶晶身体一僵 我接的 乔晶晶点点点 你有什么要跟我解释的 完了 忘了串供 乔晶晶连忙坐起来 为自己辩护一万字 那个你知道 有一种东西叫情趣 再说 再说我也没骗你呀 我说明天早上走 又没说晚上不回来 今天太匆忙了 我本来打算 明天去陆家嘴拿点东西 把家里布置一下 给你个惊喜的 于途看着他 乔晶晶终于说不下去了 最终 于途叹了口气 说了句 算了 他说 懒得跟你讲道理 乔晶晶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他一把拖了过去 直接反身压在了床上 随即睡衣就被扯开了 这回 于途完全没了之前的温柔 放纵又肆意 功成略地 毫无余地 不知道过了多久 乔晶晶有点受不住了 开始求饶 我错了 再也不骗你了 我真的想明天给你一个惊喜的 我惊喜吗 于途发丝垂落着 已经被汗水打湿 嗯 嗯 于途 乔晶晶声音了一声 细碎地叫着她的名字 然而她的力道却丝毫不减 简直在逼迫她回答似的 乔晶晶都快哭了 断断续续地回答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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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态度倾泻之后,落在他脸上的吻,终于变温柔了。 小晶晶这次是真的筋疲力尽,昏昏欲睡,朦胧中好像听到于途在问他话。 今天回来,有没有发现家里有什么不同? 没有啊,我回来就睡觉了。 他迷迷糊糊地回答。 我把北面的小卧室改造了。 大概看他真的困得不行了,于途最后在他的眼睛上吻了一下,说,明天早上带你去看。 乔晶晶却被勾起了兴趣,奋力撑起眼皮。 嗯,我现在就想看。 裹好睡衣下床的时候,乔晶晶腿一软,差点跪了。 但是,他还是坚强地拒绝了罪魁祸首的帮助。 步履显得特别从容地走到了北面的小房间。 门一推开,乔晶晶腿不由愣住了。 他记得,以前这个房间里放了一张单人床,堆了一些杂物。 可是,现在单人床和杂物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崭新的衣帽间。 于途在他身后说,上次你说要休息两个月,我想你大概会陪我住在这里。 可是,我家晶晶那么爱漂亮,衣服鞋子放不下怎么办。 所以,你就把这里改成了衣帽间? 嗯,颜色喜欢吗? 喜欢。 乔晶晶回答着他,心里却忽然有点闷闷的。 于途应该很期待地等着他休假吧,结果他还拿这个跟他开玩笑。 我增加了一些功能,控制面板在这里。 乔晶晶忍不住搂住他的腰。 这是你送给我的礼物吗? 于途停住了原本要说的话,拦住他。 这算什么礼物? 是你住在这里要用的,这最多算…… 他略意停顿,仿佛在思考怎么措辞似的,然后低头一笑,说, 猪潮。 暂時开始订数再谈世界上。 诶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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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线能力 如果適下一次,你再看到别克服那个臺子 líder侵腾肢 你功能更emat愿不姑顾良好吗? 她看着这个故随 感谢观看